1979年冬天 北纬38度的临河镇正是最冷的时候 忽宽回家走到巷子口时 老远就听见女人们拔高的声音 一嗓子高过一嗓子 声音尖利 绕子又高 根本听不清在吵什么 如同犬吠 她咬了咬牙 快步朝生远去 到最后已经开始小跑 迎面撞见王大妈用肥厚的掌翼把扯住她的袖子 阿库娜 快去看看吧 你家侠哥又被张家嫂子掐上了 说是张家嫂子秤不够 霍昆王不别硬着 撒腿往菜铺子跑 侠哥正和张巧珍脸红脖子粗地吵着 她一手甩着两根葱 一手把秤盘子拍得啪啪响 张巧珍 两根葱两斤 你可真是非了良心 您这哪叫买卖啊 根本就是抢劫 哎我就闹了 您是有多缺钱 缺钱您可以去卖 再缺钱也别缺得呀 平时破辣的张巧珍脸仗成了猪肝色 气得肉都在乱动 你还猎鼠呢 嘴臭得跟毛坑一样 我呸 国家瞎了眼 花钱养你这种畜生 你说什么 霞哥仰手把葱戳在张巧珍脸上 你骂谁畜生 谁是畜生我骂谁 张巧珍也不是省油的灯 赶开葱就往上扑 黑乎乎的指甲最要往霞哥脸上挂 脸瞅着要划拉上脸 霞哥却毫无巨色 抢先伸长手 扯住张巧珍又黄又枯的头发 张巧珍疼得呲牙咧嘴 手上使得更大的劲儿 一耳瓜子就想扇破李霞哥那个贱人的脸 却不料被一道大力抓住了手腕 张家嫂子 手下留情 霍坤陪着笑 手上的力气却丝毫不解 见是丈夫来 霞哥更觉底气十足 双手插腰十分得意 张巧珍 你却良心 你家秤短 这还真是头顶上长疮 脚底下化浓 坏透了 够了 不等张巧珍反应 霍坤已经以为赫止出声 还嫌不过丢脸 说吧 霍坤给张巧珍陪着笑 拿出一毛钱塞到他兜里 我家霞哥不懂事 您别跟他一般见识 张巧珍还是气得欺窍冒烟 可是十里八屯唯一的大学生 给他赔礼道歉 也然得足了他面子 他也不好再说什么 只好鼻子朝天 一声重重的吼 霞哥本来像是陷了气的皮球 唯唯诺诺跟在霍坤后头 可眼见一毛钱 进了张巧珍的口袋 他忍不住了 立马变了一个剑步窜上去 伸手最要抢 那是一斤盐 一斤酱油 半斤苹果 小双了一顿牛奶 凭什么要给张巧珍那个毒妇 他的力气那么大 霍坤竟没拉住 只来得及弄喝 李霞哥 霞哥已经一手 攥住了张巧珍的手腕 一手去死命扣他手里的钱 霞哥的指甲不而立 张巧珍又死死捏紧 一毛钱不撒手 撕扯三两下后 张巧珍就发出 杀猪一样的尖叫 鲜红的鞋子 两人掐紧的手出慢出 滴滴答答落在地上 霞哥松手 剑出了鞋 霍坤不敢贸然伸手干涉 只拽着他的胳膊挽回拉 两只血淋淋的手终于松开时 一毛钱已经没入霞哥手里 霞哥脸上尽是得意 霍坤赶忙去看张巧珍的手 却只见鲜血 没发现伤口 他阴着脸去看霞哥 他还是一副质得意满的表情 头发被扯乱 脸子歪歪扭扭搭在肩上 趁一扣子也被扯落 脖子上脸上都是血印子 视线往下 攥着钱的手里 水珠子巴达巴达不停摸在脚边 磨得很薄的不斜面 可以很清楚地看见挤在一起的脚趾 霍坤一把扯过他的手 只见手心手背都是月牙形的指甲弄出的伤口 或许其中一大半都来自于霞哥自己 可很显然 他那会儿满脑子都是那一毛钱 霍坤一言不发掏出手绢给他包上 霞哥不敢抬头看他 霍坤脾气很好 很少发火 最生气的时候不过就是眼前的样子 不说话整个人冷得像冰 将草真不依不饶 说 好好一个大学生 为啥要娶一个泼妇 脑袋真是坏了 这句话像开水倒进滚油一样 记得霞哥一领 这是他最忌讳 最不愿出击的痛处 他咆哮一声 就要扔着携手打张草真 霍坤含着眼 眉脚直跳 狠狠扯着霞哥的胳膊往回一带 直逞霞哥一个猎气 闹够了没 铁皮炉子上做着砂锅 霞哥包着手也能马里地揭开盖子 把切好的白菜倒进去 霍坤坐在炉边探书 屋里光线很暗 跳动的火苗印在霍坤的眼镜上 隔着阴晕的水雾 霞哥看不清他的脸 炉盘上烤着几片橘皮 空气里是酸酸澀澀的味道 小双坐着马扎 怕在主椅上写作业 短短的铅笔上套着根彩色的吸管 妈妈 人民解放君的解怎么写 霞哥一愣 尴尬地舔了舔干色的嘴唇 支支吾吾 妈妈在忙 问 问爸爸吧 小双嘟嘴 霍坤撇了霞哥一眼 跟下书 起身握住而自首 容声说 你看 一撇 横撇 一竖 横竖勾 霞哥看着一大一小两个人 蹬底下紧握的手 心里头暖暖的 日子虽然紧紧巴巴 可霍坤好歹回城了 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就考上了大学 眼瞅着就要有一份体面的工作 小双又活泼聪明 健康可爱 他还能图什么 这样就已经很好很好了 日子总会越来越好的 霍坤直起腰 一回头就撞上霞哥温热的眼神 他的眉毛积不可查的一蹴 又不足痕迹的别开始线 晚上吃什么 霞哥有些受宠落惊 从下午回来到现在 霍坤还没跟他说一句话 霍坤从不高声说话 自然也不会和他吵架 可霞哥从来不怕霍坤和他吵 而是不理他 白菜炖豆腐好吗 霞哥有些殷勤 又补了一句 我加了点五花肉 小双叫唤出声 妈妈家的肉永远都是小渣渣 霞哥刚要反驳 霍坤已经伸手拉住他的手 温柔又果决 今晚我们出去吃 这样的温柔 霞哥已经多年未见 他甚至忘记要提醒霍坤 水电费房租要交了 小双的裤子磨破了要做件新的 他的鞋子很快就要透了 霍坤的中山装袖口已经毛边了 这些都需要钱 他木讷的像被催眠一样 使劲点了点头 他有一件巴拿马料子的西服 平时舍不得穿 今晚他穿上了 他占了些水 把头发梳成了一丝不苟的麻花辫 又整齐地盘在脑后 迪卡的裤子喜多柳西发影 可这样正好挺刮 他没有皮鞋 那双块磨破的不斜太咬的咬牙 还是穿上了 霍坤带他去顶有名的齐方区 吃小笼包 一个个精致的小包子 衬着红烫的松针 快捷一戳就能欢快地流出油来 纯肉馅的 孩子霍坤托给了隔壁大婶 说想和霞哥单独吃个饭 大婶姐妹弄眼地笑看霞哥 霞哥羞涩垂下头去 心里乐开了话 霞哥吃了一个 便不再动筷子 强咽下口水 指甲掐进了大腿里 他已经好久好久 没有吃过纯肉的食物 霍坤懂他 又接了个包子 搁到他的小碟子里 我已经嘱咐外带了 小双有的吃 霞哥示然一笑 刚夹起包子 又忽然想起什么 勉强一笑割下 你明早去上课 留着我给你煎着吃 霍坤抬头 有隐约的火光 在眼里一闪而过 但他从火苗很快吸下去 他悠长叹口气 像一个世纪那么长 终于沉声开口 霞哥 我们离婚吧 霞哥难以置信地瞪着霍坤 如糟雷皮 我们离婚吧 这几个字终于撬开他的大脑 疯狂起了进来 他扑斥一声笑了 眼泪却瞬间夺快而出 声音抖成一个奇怪的音调 开什么玩笑呢 吃饭 吃饭 霍坤没有说话 甚至没有动 只一双眼睛静静凝望着他 他从没想过 有一天霍坤会坐在他的对面 而他却觉得陌生地可怕 霍坤的眼睛里 是坚决 深思熟虑后的坚决 他了解他 那不是一张一夕的冲动 而是日积月累的决定 霞哥胡乱抹着脸上的失忆 太阳穴如被一把锤子大力敲打 周遭在他的朦胧泪眼里 全被扭曲视针 他用指节肥大的手捂住眼睛 不敢哭出声来 他不能丢霍坤的人 为什么 他颤着声 他以为他们有和睦的家庭 可爱的孩子 他以为他会有幸福的将来 甚至是幸福马上就出手可得 他以为现在的苦熬过了就好了 他不会再为一根葱 一毛钱斤斤计较 他们会住进大房子 他会给自己买新衣服 保养品 他不会再是一个黄脸婆 可是他等不到了 霍坤不会等他了 也剥夺了他等的权利 霍坤看着夜色浓重的窗外 声音已如从夜色深处传来 我累了 你等我 你等我好不好 我知道你嫌弃我 为一毛钱丢你人了 我不会了 我改 我一定改 还有 你不喜欢我穿那件碎花的破汗衫 那我不穿了 我扔了它 以后我不会在饭桌上踢牙 我也不会从公共水阀上偷水 我不和张巧真吵架了 我 我躲着他走 我会说话小声一点 我开始读书 我读书 读你喜欢的莎士比亚 我还可以学写字 我改 我都可以改 我真的可以的 霞哥哭得直打嗝 谢谢巴巴急急忙忙地说着 话到后头已听不清内容 只有上气不接下气的抽气 霍坤沉默看着霞哥 眼神里多了些同情 小双我来带吧 跟我会好一些 房子你住吧 租金我会按岳父 等工资下来 我会每个月再给你寄点钱 要不你就回扬古尔 毕竟是故乡 霍坤竟然连退路都替他想好了 可他 还有退路吗 杨古尔 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交汇带 草原广阔无垠 也是他的家 五年计划如火如荼 长城内外形势一片大好的时候 父亲死在了遥远的朝鲜半岛 尸骨无存 母亲带着年幼的他艰难度日 那时他不过三岁 现今想来 记忆里总是隔着白茫茫的雾 可那雾里 却隐约有个汉族女人勾搂着背 背着竹楼里的孩子 一早早地在冰冻的河里取冰 高原饮水困难 融化的冰水是他和女儿的唯一水源 记忆里他忽然地长大了 成了草原上一只翩翩飞舞的蝴蝶 鹅龙的身姿配一双油亮的辫子 成了多少草原少年心中挥之不去的激动 村之书带着一个高跟少年上门的时候 霞哥正一勺勺给母亲喂着药 母亲是汉族人 随着藏从父亲上了高原 心脏却总是不舒服 一隔经年也就回天乏力 村之书借借叮嘱叫霍坤的少年 这灾是猎鼠 母亲还生着病 既然来插队 就对口住在他们家 顺便帮衬着些 霍坤是最早上山下乡的一匹 拟着偏僻也是最晚回程的一匹 十年光阴虚致 石牛粪 放羊 赶狼 样样难不倒他 这个瘦高的穷里人 成了村里最能挣公分的男子汉 他也读了不少书 夜里总会在昏黄苏油灯下 交下歌识字 毒室 那个有一双无量眼睛的姑娘 总是天真地拖着下巴 水汪汪的眼睛定定看着她 浅浅的梨窝像浸透了命一样 小麦色的肤色泛着健康的光泽 霞哥母亲去世的时候 霍坤把嚎啕大哭的她紧紧抱在怀里 任凭她全打脚踢 丝毫没有放手 霞哥 你还有我 霍坤没有说谎 他毫无悬念地在恢复高考那年 就入了城里的大学 他替霞哥包好行李 攥着他的手 把日子夹在脖子上 我们走 梦就在这一刻醒来 霞哥睁眼看着黑沉沉的天花板 十年相识 六年婚姻 终于消散了 终于证明他不配 他忽然想起那年他问霍坤 你是大学生 可我不识字怎么办 他还记得霍坤轻捏他的脸 傻子 家里文化人有一个就够了 你主内 我主外 才是绝配 他果然傻 居然当真了 1979年龙东 霞哥截然一身离开了临河镇 霍坤留他时 他狠狠抽了霍坤一耳光 嘴唇咬破却没留一滴泪 一个月的时间 他闹够了 哭够了 霍坤却吃得秤婆铁了心了 他去霍坤的学校闹过 穿泥子裙的女学生 叽叽喳喳 霍坤 你怎么会取这么个香巴佬 霍坤黑着脸提起他的领子 压着嗓子勃然大怒 回去 南下的火车上 过去的片段像电影 你一样花花翻过 恍如一场大梦 霞哥摸了摸别在内 哭腰上的三十块钱 响起小双破额的鞋 火车上拥挤不堪 味道难闻 霞哥已经很久 没有好好吃顿饭 又因为哭得太凶 在人潮中只觉得恶心欲偶 他不知道怎样摸下了火车 他盯着站台上 陌生的春河二字 又是一阵晕血 在杨古尔的时候 霍坤用叹息在板车上 一笔一画地交他 春河景明 波澜不惊 上下天光 一臂万寝 霞哥苦笑 把包袱紧紧抱在胸前 挤进了汹涌的人流 此后的七年 他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再没人知道他的消息 差余饭后 张巧珍还会不无惋惜地感慨 李霞哥那是穷日子过怕了 有钱谁会一根针 一粒米的计较啊 刚开始 也偶有霞哥的音讯 南下饭木材的王物子说 在遍地黄金的春河 是建了的药饭的婆姨 长得跟霞哥很是相像 林河镇的人这才知道 原来大学生也会打人 一身疙瘩肉的王物子 被霍坤打得躺在床上 几天下不来 霍坤攥着王物子的衣领 老牙切齿 眼睛里不负温润 而是暴力很绝 霞哥回草原去了 回草原了 他那么要强的人 怎么会去要饭 连霍坤自己也不知道 这话是说给王物子的 还是他自己的 他曾经给村里打了电话 一旦霞哥到了杨古尔 就烦请老志书给他来个信 可这封信 他却一直没等到 霞哥就这样消失了 霍坤去过一次春河时 他反复告诫自己 他只是良心不安罢了 刘素素不知强了霞哥多少 那是个跳芭蕾 会英语 又对自己一片痴心的妙人 他却没料到春河这么大 还没出站 他就被爬手通了钱包 八个出站口的火车站 在那个年头大的像是迷宫一般 他身无分文 在火车站广场说了四天 朋友才寄了钱过来 前三天他机场碌碌 最怀念的是霞哥做的羊肉粉 饿得发疯的时候 一个衣衫蓝绿的小女孩 给了他半个康摩摩 他狼吞虎咽 咽得直茂眼泪 霞哥肯定不会再春河要饭 这样的罪 连他一个男人都受不了 1986年 玉兰刚开 到处弥漫着浓郁的香气 小学门口一个瘦瘦的孩子 背着大大的书包 头发污亮 头顶两颗绳 老师拍他的脑袋 明天的家长会 你家不能再缺席了 小生出的考试很快就要考了 孩子重重点头 强忍住眼泪 鼻头憋得红红的 他长得很快 裤子已经很短 脚踝露在外面 颜色不一样的袜子 沿着长满青苔的路 他搭拉着脑袋 他拉着不太合脚的鞋 垂头丧气的拐线香张街 父亲还没回家 弱大的房子空空荡荡 他踩着板凳够零块饼干 百无聊赖的塞进嘴里 他可以看电视 反正没人管他 也可以写作业 当然也没人夸他 夜色已经浓重 大门塌塌一声 瘦高的斯文男人 拎着公文包进来 孩子抬头看看父亲 面无表情 即时做作业 霍昆脱下西服 挽起袖子 换鞋 桃米 下锅 摘菜 翻炒出锅 直到父子俩的餐桌坐定 霍昆才慢慢开口 爸 明天有家长会 霍昆加菜的筷子一顿 霍昆一颗心 已经沉到谷底 商务局明天招商 走不开的 我让隔壁孙儿已去 面对早熟的孩子 霍昆有些试探 小说把筷子整齐搁在晚上 跳下椅子 把椅子扶正 我先睡了 爸 卧室门碰一声关上 霍昆点了支烟 深邃的五官在烟雾里 明明灭灭 七年前 霍昆以为他会带好小双 让他出人头地 可他没有想到 因为缺乏母爱和足够的父爱 小双敏感脆弱 甚至孤僻 却与愿违 就像他曾深深以为 离开霞哥 他会娶楼素素那样的女人 不再与柴米油盐为伍 喜剧一身仓俗和金王蒜皮后 他可以风花雪月 纵情一生 可霞哥走后 他的日子一团糟 当留素素煮面 烫上了小双的一整条腿 还毫无形象破口大骂小双不懂事实 霍昆知道 他错了 他不能娶她 七年了 他能熟练做菜 打扫卫生 帮小双换洗衣服床单 七年了 他从大学毕业的愣头亲 做到商务局的一把手 却在未想过再娶 他的心意早就被人掏空了 不是李霞哥 肯定不是那个大字 不识两个的李霞哥 他只是不想娶 不想娶罢了 后来霍昆又去找过霞哥 亲自找 派人找 却再也没有他的消息 他搬了家 房子大了 阴着只有他跟小双 窝子里总有空空荡荡的回音 他更忙了 也很少做饭 给小双买了单位食堂的饭票 却总听厨子叨叨 小忙孩又没来 正长身体啊 可他下班回家 厨房里 小双的堂此晚上 总有剩个饭渣子 他知道孩子在骗他 他的生活 似乎正渐渐坠往 无法见底的深渊 他不懂 现在他有大房子 有优处的收入 为什么午夜梦会 总是借起沉揭露 向李霞哥攥着一毛钱时 倔强的脸和一手的血 那样的红色 最后会变成一张獠牙大口 拂面压下 惊得他豁然睁开眼 惊喜难平 气息不定 偶尔回老屋看看 张巧珍总归夸张的惊呼 哎呦这孩子 长得等他妈 也总是会在此 戛然停住 过昆笑着点头寒暄 胸口却像被一把尖刀 一刀囊入 而这痛楚 并没有随着时间迟钝 而是越演越烈 如以涅骨 他更加疯狂地去找霞哥 始终一无所获 1992年招商局和商务局合并 一山南龙二虎 两个局长争一个位子 无背景 无资源的霍昆 被推到风口浪尖 他整宿睡不着觉 手指被烟焦油熏得发黄 头发掉得厉害 压力之下 又习惯性暴食饮酒 40岁的中年男人 终于露了疲态 风言风语并没有放过他 40岁依旧不婚 恐有隐疾 他那时他也无路可退 与他年龄相当的 都是离异 但一个半大的孩子 比他年龄小的 他又怕风评不好 染上老牛吃嫩草的嫌疑 有时候他想 当年不高考的话 现在他应该还在阳谷尔 那里有一望无际的草原 镜面一样的湖泊 还有那个笑起来 声音引领一样的李霞哥 他就绝不会到 今天这样万难的境地 半生了积极盈盈 霍昆并不想放弃 可不放弃他又能怎样 招商局的庙局长 甚至搬动了 彩虹集团内的雷霆手段 商法决断的女董事长 无论怎样 他也无力回天 彩虹制衣岂步于春河 据说最初 不过是一个小作坊 只有一台缝纫机 可神乎其神的是 不到十年的时间 彩虹制衣迅速壮大 如今已在全国陆陆续续 建了十几家大型制衣工厂 引进了国外最先进的机器 使人已穿一件 彩虹牌的衣服为荣 彩虹制衣 潇洒人生 这个广告词 火遍了千家万户 林河正和彩虹制衣 监约当日 省事领导无意缺席 霍坤隐没在一干要员身后 看着一个个微秃的脑袋 自觉十分颓败 掌声雷动 趾高气扬的庙局长 挽着一红衣女子款款进来 前排领导悉数起身鼓掌 从红衣的女董事长汉手致意 霍坤苦笑 随之起立 时间仿佛凝智在那一刻 霍坤目瞪口呆 难以置信地死死盯着眼前的 妩媚女人 眼睛喉咙都干得发疼 命运像一个巨大的漩涡 她一直以为自己 才是脚弄风云的那个 可直到此刻她才明白 她是何其地渺小可怜 李霞哥 四目相对的瞬间 她也是明显的一症 却轻轻歪头一笑化解了局面 她看起来比真实年龄小了许多 举手头足间都是自细和舒展 霍坤不自觉 却按自己已经微微突起的小腹 这样的李霞哥让她熟悉又陌生 近两个小时签约仪式 霍坤度日如年 她有一万个一万在脑中盘缓 她有一万种情绪无法分辨 有一万个声音在她耳盼重复叫嚣 她回来了 散会后 霍坤依旧晕眩 她几乎是亮呛地往洗手间去 她狠狠往自己脸上泼凉水 大脑一片空白 她甚至没有注意到高跟鞋 敲着地砖的声音 许时察觉到一道冰冷的视线 霍坤猛然抬头 正巧在镜子里看见自己脸上昂背而下的水珠 和背后那张面无表情的脸 霞哥 霍坤突然回头 她本有千言万语 可这一刻 一切言语都可笑而苍白 霞哥淡淡扫她一眼 那是伤海沉浮后独有的犀利和冷静 只这一眼 似乎已经将她看穿 这让她局促不安 霞哥绕过霍坤 如同路人 洗手后从包里摸出一只口红 圆满仔细的涂上 眼神在镜中似不经意往霍坤这边一滑 霍局长 您处在你侧门口 莫不是为了叙旧 霍坤突然地张了张嘴 半声 我知道 你恨我 霞哥像是听了什么好笑的笑话 我嘴笑得极其讽刺 您多虑了 我还真不恨您 您知道我一小时赚多少钱吗 哪有功夫恨人 您知道我这一脸的化妆品多少钱吗 我哪忍心让自己长皱纹 霞哥 我现在才知道 读那么多酸诗不如有花不完的钱 靠任何人都不如靠兜里的大团结 脑子蠢才会被骗 他笑着往前走了两步 吐气如蓝 不过骗一骗就好了 白痴死得早 祸害一千年 霞哥笑着走过霍坤身边 见到你很高兴 霍局长 刚走两步 他又勾唇一笑 折了回来 我不恨你 但我想 做错事总要付点代价 不然天理何在 我重要康盛上位 算作我送你的见面礼 后面的敬请期待 他倾笑出声 优雅轻盈地踩着高跟鞋登登离去 霍坤没有闻过这种香水 有了种微醺的错觉 权力与制衡 是官场恒久的主线 两个局长斗得水深火热 自有人被做池鱼殃及 也自有人关于预报相争 想当红雀 补那最后的馋 妙局长并没有火速上马 霍坤也没有退居二线 这场本来一边倒的斗争 因为妙康盛势头太盛 反而暂时陷入了僵局 彩虹之一二十层的红尾大楼 在临河镇拔地而起 霍坤却在未见过霞哥一面 他去办公楼堵过 从扶小站到日落 他打过电话 前台小姑娘一开始回答董事长在忙 打得多了 到后头就是无限的忙音 他的精神愈加暴躁 吸了更多的烟 甚至开始大把大把掉发 彩虹大楼街排自语 人世日免落地 摩康盛走马上任 霍坤做了统筹主任 名声十匾 两人依旧是某种制衡关系 可他忽然觉得性味索然起来 幻海汹涌 他在无意臣服其中 他有了更重要的事要做 小双高考那天 霍坤穿上了自己最贵的西装 想了想 又把西服的扣子紧了紧 演了演发服的身材 小双倚着门框 把书包甩到肩上 又不是你考 他笑笑 把热牛奶塞到小双包里 又摸了一遍身份证和准考证 他果然在考场门口 碰见了霞哥的车 他不敢靠近 远远看见后视镜里女人精致的脸 霞哥也看见了他 轻轻一吃 勿送儿子进了大门 在回神时 一盒牛奶已经递到他面前 他顺着那盒牛奶望去 男人脸上是从未有过的 锦小顺微和患得患失 兴许是天热 也或许是紧张 或坤额头上有层层的汗 霞哥别开脸 嘴角微微抖了下 他气愤自己一刹那的心软 不过牛奶就从车窗抬手扔了出去 扬起了车窗 又怕怕把空调调高了好几度 他忍不住用余光去瓢 霍坤被对着他去捡那盒牛奶 背影有些勾搂 暗色的衣服有一大片汗式的痕迹 他胖了些 眼里都渐渐有了灼气 这一切 似乎都正中霞哥下怀 霞哥谋似暗了暗 轰一声启动了车子 他无法解释自己内心此刻的情绪 这个男人 总是令人生厌 十三年前如此 十三年后还是如此 霍坤有些中暑 晨晨站起来 摇摇晃晃挡在路上 霞哥有了怒意 使他始乱终气在前 现如今又做小伏地给谁看 这个世道总是不公 男人扎够了油的回忆 就叫浪子回头经不换 女人受了多少罪 也不过是为了等浪子回头 演一场破镜重园 去他妈的破镜重园 霞哥双手握紧方向盘 一脚油门踩下 直朝霍坤冲去 霍坤面沉如水 眼睛直高高看着霞哥 一动不动 眉宇间甚至有一丝笑意 一声尖锐的煞车声 红色的轿车 堪堪停在霍坤脚边 霞哥拉开车门 怒火熊熊冲过去 霍坤 你什么意思 霍坤笑看着霞哥 眼神却落寞凄凉 你不要生气 那天见里面来得及 今天我只说一句话 霞哥讽刺的挑眉 冷冷看着霍坤 我希望你说 你要去死 霍坤痛苦明显一缩 苦笑一下 接着到 尿康成水太深 为人极善钻营 心思又阴毒 你不要跟他往来 他的账目早是一本烂账 你看他现在烈火烹油 却也是最容易 暴露问题的时候 够了 霞哥冷笑着打断他 您什么时候 也有了这么一副 酸溜溜的强调 您不是最不吃破腹 碎嘴说人长短吗 您这是怎么了 急了吗 我忘了 您是庙局长的 手下败将啊 这是劫度吗 话说回来 我不跟他往来 难道跟您 我可是怕了 您过河拆桥 狡兔死走狗碰的本事 我可比谁都清楚 这一席话 说得霍坤的脸色 忽白忽清 他扯着脸挤 吹一个扭曲的笑 你怎样说我没关系 算我求你 不要跟妙康盛打交道 他道红太深 心又太狠 你不是他的对手 求我 为什么求我 你是小双的妈妈 是我的霍坤惊觉诗语 霞哥已经冷笑出声 竟然要求我 你跪下求啊 霍坤满脸错愕地盯着他 似乎在确定 是不是真的 霞哥笑如繁华 回望着他 这还是他的霞哥吗 那个怯懦的李霞哥 那个永远只知道 躲在他背后 胆怯地扯他袖子的李霞哥 那个红着脸 抱他的李霞哥 那个把好吃的 揣在衣精里 偷偷留给他的李霞哥 不 不是了 那个李霞哥 被他亲手杀死了 他想去握握 他的手验证一下 却不敢见语 手空荡荡地身在空中 滑稽又讽刺 他曾以为霞哥会永远在他身后 不论他走多远 不论他走多久 可现在他终于清醒地认识到 永远不可能了 都怪他 他惨笑着点头 脸色煞白 眼神盯着空气中的某处 例如道 好 如果这是你想要的 我欠你的 还你 说着爱伸下去就要跪 霞哥一把顿住他 力气那么大 扯得霍坤一个猎气 他双目赤红 鸟牙切齿 你想得美 一跪就想了事 怕是没这么便宜 说着揪着他的领子 顺势往后一扫 霍坤竟被推倒 发出一声闷闷的咚 路人纷纷侧目 霞哥不以为意 你做什么 我都不会原谅你 霍坤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 霞哥凑到跟前 眼神阴沉 我会让你生不如 后面的话全咽到了嗓子里 霍坤眼睛紧闭 脸色苍白 呼吸声一声比一声低微 霍坤 霍坤在梦里晕晕晨晨 隐约听见尖热的女生怒齿 你说什么 他笑笑 疑心又回到了那年的商商街 见到了那个未云毛钱 跟人撕打的李霞哥 怕费力睁开眼睛 周围一片素白 消毒水的味道十分刺鼻 霞哥正在病房门口 和一个大夫低声地争执 他艰难地动了动 想下床去阻止 却不想体虫发出声响 霞哥火速回头 见他醒来 眉头似乎一松 表情却立刻恢复成半笑半疯 他悠哉悠哉地走近 告诉你个好消息 霍坤不明 知道尿毒症吗 霍坤还没回神 霞哥又错近一点 朱唇微起 笑出一个美艳的弧度 绝症 很不巧 您得的就是这个病 他心快笑起来 倒也不能说是绝症 我问过了 可以换肾的 不过 一没有肾源 二你没有钱 等于还是绝症 霍坤有一瞬间的争忠 可是争忠真的只有一瞬间 他的身体 他自己自然清楚 可他没料到这一切来得太快 他还有重要的事情没有做 这一刻 他只是觉得遗憾 我想 霞哥面色愉悦 这就叫报应 你说什么 霍坤四十没有听清楚 急速抬眼去看他 眼睛里分明有了一层薄薄的雾气 霞哥笑容更甚 一字一句 我说这就是报应 霞哥有一种放肆的痛快 如同一刀扎进腐肉里 再把灰无弯的干干净净 霍坤正正望着霞哥的眼睛 他看着霞哥眼角眉声飞扬的笑意 居然疯狂地想到了杨国尔草原上一手郁满 一手扬着马鞭子远处迟呈而来的少女 那样的开心和笑容 与今天一般无二 十几年间 他没有一颗开心 为仕途 为孩子 为霞哥 终于 他可以为自己了 似是而不惑 当生死争的来临 他不是不难过 可他并不悲痛欲绝 霞哥说得对 报应 霞哥居高临下抱胸望着他 突然脸的笑意 脸色很是有些疯狂 他眼眶放红凑到他跟前 拔高声音 我告诉你 这就是报应 报应 许是太过激动 他的声音都走了掉 如同一个哭腔 霍坤闭上眼 陷入黑暗中 再醒来已是黄昏 夕阳跳进窗子 宁静安详 霍坤给林志打电话 想托邻居给小双做饭 林志说孩子被一个女人接走了 女人自称是孩子的骂 霍坤放下心来 主持医生跟他谈话 他静静听着 过了半晌 医生沉不住气 先生 您不要自暴自弃 像您这种情况保养的好的话 十年八年也是有可能的 有没有肾源 霍坤冷不定问 医生一愣 没有 但这只是暂时的 霍坤笑起来 你放心 我配合治疗 我还有儿子要照顾 霍坤再没见过李霞哥 电视上也没有 少有人来看他 刘素素来过一次 一进门就红了眼眶 说到李霞哥 交错如刘素素 也只是哭 你别怨他 听说他这十几年过得很苦 刚去春河就要过饭 还因此没了一个孩子 那是个已经成型的女婴 她也没有结过婚 一个人做大一个企业 单身女人受够了欺凌和侮辱 霍坤不知道 那年霞哥走的时候 已经怀了孕 四十岁的男人捂着被子呜呜地哭 刘素素慌忙去叫大夫 大夫匆匆赶来 他现在有很严重的水肿 腹泻 呕吐和静磷 难受很正常 哭哭就好了 那时他已经饱受病痛折磨 整个人瘦成了一把骨头 又因为用药太多 身体机能全线紊乱 可他从来连眉头都没皱过 人会哭 大于是因为还有依仗 真正到绝处 一滴泪都不会有 只会想着如何从绝处攀岩而上 譬如李霞哥 霍坤不见霞哥已经数月 连小双都不曾见过 不知道孩子考得怎样 他自知着许多年对不起小双 孩子要是高考失利 也都是他的错 他成了病房里最凄凉的病人 别的病床总有一茬茬的访客 吃不完的牛奶和水果 他却像是孤家寡人 孤零零等待死神降临 他想不如出院吧 他总不想死在医院里 年轻的小护士扎了三针 都没能在他满是针牙的手背上 找到一块完整的皮肤 妥善把针头埋进去 急得冒了一头汗 霍坤笑 你先去吃个饭 我也休息会儿 以后再扎吧 小姑娘感激地指点头 霍坤看着他出去的背影 艰难翻下床 从柜子里翻出行李包 霍局 哦 霍主任 您这是去哪里 霍坤回头看见妙康胜的脸 又回头继续收拾东西 却不期被妙康胜 伸过来的手攥住了包带 生病之后他也十分平和 此刻却还是发了怒 你干什么 宁愿不说暗话 我过来问你要一样东西 毛康胜表情十分悠闲自在 霍坤不理 物资却从柜子里取衣物 你装龙作牙也没用 我跟你老婆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你要我死 我也不会让他活 廖康胜轻飘飘地说着 语气清淡 但霍坤知道其中威胁的分量 霍坤勾唇一笑 不卑不抗 看来妙局长工作做得不到位 我跟李霞哥离婚已经失好几年了 廖康胜哈哈大笑 你当我傻子 你若不念和李霞哥的旧情 按照你的臭脾气 那么重要的东西 你会一直藏到现在吗 你怕是早就把我打到十八层地狱了 霍坤明显一正 继续若无其事收拾行李 手却开始抖了起来 他竭力克制 却越抖越厉害 他用另一手去拼蜜蓝 妙康胜已经看见 那我换个说法 你儿子刚出了国 学费生活费我查过 每年近一万美金 这才难道是你出的 霍坤想笑 却只勉强把干裂的唇里 也开了一个弧度 妙康胜已经稳稳拿住了霍坤的软肋 哪怕分明是霍坤先一步捏住了他的七寸 可妙康胜知道 霍坤已经输不起 他不敢也不会在伤害李侠各一次 知道这些的时候 他妙康胜就已经赢了 其实我早知道你手握证据 可我有那个蠢女人 我不怕 但是现在 你都要死了 妙康胜贴到霍坤跟前 像一只毒蛇吐着信子 连笑里都萃着毒 我怕你死了 这才没有傻子为了一个女人 把那么重要的东西捂在怀里了 那我怎么办 所以 我现在要描证据 要吗 只好拿李侠哥来开刀了 我有信心 在弄死他之前自己冲身出来 或归晕眩无力招架 熟悉的恶心一面而来 他亮亮呛呛退到柜子前 想接柜子稳住身体 却不要撞倒了柜子 暖瓶杯子乒乒乓乓掉了一地 他摔倒在一片狼藉中 开水溅了他一身 玻璃茶子割了他一手血 他就不觉得疼 吃力道 你不要动他 只要我活着 我也不会动你 他这一番讨饶和买好的话 让妙康胜十分受用 可你会死 证据却不会 霍坤勉励撑起身子 用带写的手去唇妙康胜的领子 他眼底冲血 分明处于弱续 却眼神凛冽如刀 记得妙康胜一颤 我的证据会死 1993年 霍坤病重了次年春 得到了肾源 手术很成功 霍坤在医院躺了近一年 终于出了院 站在外面的阳光下 霍坤有了肿部之未尽 无论有汗的错觉 衬衫肥大地挂在他身上 他紧了紧皮带 却发现皮带眼已经不够 伸手拦了辆车 司机问他去哪 他打商务局 他必须找找妙康胜 死后的日子简单无比 霍坤回单位上班 因着刚刚病遇 工作格外轻松 小双在英国一切都好 不知父亲这一年的经历 他只无比兴奋地 讲自己的学习生活 和抑郁风情 霍坤含笑听着 越来越开朗的儿子侃侃而谈 笑道 爸爸房子卖了 给你存了笔钱 密码是你生日 卖了 卖了您住哪啊 我一个人 那么大的房子 闹心的慌 霍坤从毕业到现在 已经做了十来本工作笔记 详细记录了自己 这些年的工作经验 工作凭紧应对办法 心路历程 甚至包括官场前规则 他就新来的科员进来 一一交代给他 科员受众落金 一个尽感谢领导栽培 霍坤笑 你跟我儿子差不多大 多学点 有好处 他倒是见不一次辖歌 不过是在电视上 他瘦了鞋 一双眼睛越发大 甚至用英文答记者问 笑说自己送儿子去英国 乐不思熟 过去一年心少露面 不过是在英国度了个长假 过昆身手摸了摸镜头里的女人 她的嘴唇寸裂如白雪 她已经有了严重的术后排斥 经常性发热 很多天解不出手来 再次住进医院时 她已经驾轻就熟 自己为自己办得入院 自己为自己解决赤穿用度 发烧从此一波波袭来 经常烧得迷迷糊糊 经常梦见少年时的场景 梦见杨古尔湛蓝湛蓝的天 碧绿碧绿的草 梦见草原上的火把结 那光漫天飞起的流营 梦见烤得油滋滋的烤全羊 冒着热烟的奶茶和烈酒 最多的是那双污亮污亮的辫子 和留着蜜的一双酒窝 有时候也会梦到现在的侠哥 他还是那副居高临下的样子 只不过眼泪汹涌而出 哭花了一脸的妆 霍坤 你死了真好 死了我就不用再恨了 这样的梦境格外真实 霍坤甚至能感受到 那眼泪滴在自己脸上 烫得如同火烧一样 他想 自己的病 火真是越来越重了 1993年 白鹿 霍坤被送进了冰冷的太平间 霞哥正在开会 秘书匆匆进来 覆在他耳上说了一句 他起身 一态优雅地向众人致歉 走到门口时 他死命去推大门 秘书哭丧着脸红着眼 说 董事长 拉 拉 霞哥笑着直到租进车里 浑身发抖的想把钥匙插进锁里 几次失败后 在一瞬间眼泪绝地而下 他的脸上还保持着那个僵硬的假笑 许久 他嚎啕大哭 霍坤 你看 这就是报应 报应 霍双回国参加葬礼 他掺住几次晕倒的母亲 你恨他吗 恨 恨不能千刀万剐 霍双苦笑 不要恨他了 他错过 可是他已经还了 霍坤找了霞哥十年 他想告诉霞哥 是他鬼迷心窍 是他一时糊涂 他后悔了 可他却在未见到霞哥 十年苦心经营 十年化海屠戮 霍坤会拿妙康胜没办法吗 妙康胜的那本烂账 霍坤早已集够了证据 只带一根指头 碾死正敌 却不料霞哥挽着妙康胜 闯入他的生活 官商总有纠缠不清的猫腻 上百亩的土地化剥 是一笔里霞哥说不清的巨款 霍坤再也不敢煽动妙康胜 他怕误伤了霞哥 他不能一错再错 妙康胜却知道了霍坤的算盘 和霍里的关系 经过一番不怎么费力的调查 他料定霍坤已经不能奈何他了 霍坤一盘稳操胜村的棋局 因着李霞哥的出现 一败涂地 妙康胜甚至上门去挑衅 威胁霍坤若不交出证据 他便先推霞哥入水 当自己的垫脚石 霍坤目自尽烈 如一头发怒的豹子 妙康胜却笑了 你不敢懂了我的证据 我却敢推你的女人下水 从你再见李霞哥的那一刻起 你就输定了 霍坤知道 他已是全军覆没 他只提出最后一的要求 他会带自己的证据入图 但妙康胜万不要打霞哥的主意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他虽死 证据却不死 他可以为妙康胜坑开地方 但妙若敢反悔 纵使他死 他也有办法让证据浮出水面 让妙死无葬身之地 小生的眼睛看得远处 晚霞如血 映着他的瞳孔 苍凉而塑目 他不是死于排异 而是死于断药 死人是最没有威胁的 这样妙会放过你 死人也是最可怕的 你永不知死人 会把政绩藏于何处 交予谁手 这样妙就绝不敢反悔 霍双把眼泪强压下去 最后的时间 他对世间已经没有什么眷恋 他最后给我的 也不过只有一条短信 好好照顾你妈妈 他其实从心里 从没放弃过你 小时候他总是醉酒 醉酒之后念叨的 最多的就是霞哥 这个 怕是连他自己都不知道 霍双轻轻把父亲的日记 搁在霞哥手里 那些歉疚与爱 他整整独立一晚 他说不出熟对熟错 只觉得重得喘不过气来 1996年 时任某省分管经济的 官员庙康胜落马 卡红集团同年于香港上市 23岁的年轻董事长 霍双接缆大局 那个传说中的铁娘子里 霞哥已经退居幕后 据说养了白母的兰花 出口了不少国家 物矮沉沉 霞哥退了手套 招呼工人盖好温室 刚进门 雨点子就噼里啪啦砸下来 他坐下 又想起什么疼一下跳起 连伞都没拿 扯起一件雨衣就往外跑 后山上 孤零零立着一个小小的坟包 他快手快脚 把雨衣盖在墓碑上 不小心一跤跌进了烂泥里 眼泪已经涌了出来 他抬手胡乱一抹 真是年龄大了 摔一跤 真疼啊 他没有着急起身 就在细密的雨雾里 他把脸埋进壁弯 肩膀抖得那么厉害 他又何从恨过霍昆呢 十年前 春河熙熙攘攘的人群里 他招呼一起要饭的小丫头 你把这个魔魔给那里那个男人 不要说话 给了就跑 那时 他自己已是三天水米未沾牙 十年后 他指着自己的一颗肾告诉大夫 给他 他死了 就太便宜他了 那一场手术 他在英国敬仰了将近一年 差点去了半条命 可人总是这样别扭 因为死去的女儿 因为十年的磨难与心酸 他无法容忍自己不恨他 他不会原谅霍昆 任他死都不会 可霞哥不知道 霍昆死的时候 紧紧抱住自己的内部 到死不肯松开 他知道 那下面有一颗肾脏 正在听命告诉他 活下去 活下去 他知道那是霞哥的肾脏 也正是那一天 他把所有的药片 都倒进了马桶 霍昆也不会知道 他重病昏迷的那些日子 那个梦里总在哭泣的女人 真的整日浮在病床上 一泪洗面 告诉他 活下去 活下去 许多年后 霞哥老太隆中 顺眼沉沉 他侧头看孙女 蹬下一双无量的辫子 突然少女一样笑了起来 朦胧视野里 他仿佛依稀又见当年 少年阴姿勃勃 从夕阳伸出侧马而来 满一声长嘶稳稳停下 少年朗朗大笑 伸一只手出来 走 我们去比赛 他在蹬下悄悄 阴至浑浊的脑泪 那些年 竟你这样遥远 那些年 究竟是劫事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